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部分 对识别出的或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沟通和报告 首先是与治理层沟通的要求 除非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位 那他就会知悉已经沟通的 涉及识别出的或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事项 因为本身啊 我们在调查这个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时候 就可能会跟管理层去进行沟通 对吧 那因为跟管理层沟通呢 如果这一家被审计单位 管理层又是自履层 就像这种总经理副总经理全部啊 他都是我们的这个治理层的相关成员 他们这两个职能是从别的 治理层全部成员都参与管理被审计单位了 那又代表说你跟管理层沟通和跟治理层沟通 发现是一拨人 那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反复沟通 否则的话 我们就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选记过程中注意到的 有关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但是要强调 这个应当沟通不是应当沟通所有 不必沟通明显不重要的事项 就像刚刚我们说 违反法律法规是可大可小的 如果就是违反了交通法规 产生了几百块钱罚款 你没有必要把这个鸡毛蒜皮的事都找治理层单独去说一说 等到第十四章我们去讲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是应当跟治理层沟通的 那如果每一件事不论大小都去找治理层 我们跟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就很可能不会引起治理层的重视了 就像狼来了那种故事一样 每次我们都说这有特别重要的事跟您说说 治理层刚开始还愿意搭理你 后来发现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治理层就很难再继续尊重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了 那这里因为违反法律法规有可能就是无意的涉及到一些 我们没有及时进行缴纳相关款项 没有及时办理业务 而产生一点小小的违约金 或者一点小小的治纳金影响并不大 或者是像违反交通法规这样的一些相关小情况 可能就无需沟通 如果是一些对被许单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那肯定是应当沟通的 好沟通方式上可书面可口头 通常的采用书面形式将沟通文件复本作为工作底稿 这个复本只是一种说法大了 比如我们注册会计师是主动跟治理层沟通 并且呢我们进行了相应的工作记录 那可能我们沟通文件的原件就是我们的工作底稿部分了 这个主持作为一个表述出现啊 如果口头沟通应形成沟通记录 并作为工作底稿保存 口头沟通不是说完就算了 你怎么证明自己沟通过呢 你要做相应的一些记录 然后这些记录啊成为我们工作底稿的一部分 书面沟通就相当于我们原来就会有相应的书面文件 比如致被审计单位治理层的一些函件 那这个函件对方直接回复以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函件作为工作底稿 口头沟通呢我可以整理出相关文件记录来作为工作底稿 好了那我们来看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情节严重时的沟通要求 如果根据判断认为上述需要沟通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是故意和重大的 他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舞弊的这种思路 就是人为主官故意在做 我们要尽快制止他 否则他的影响就会不断扩大 那我们就是应当尽快向治理层通报啊 希望能够帮被审计单位解决问题 如果怀疑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涉及管理层或治理层 那你一定要向能管得了他们的人去报告 注册会计师应当向被审计单位审计委员会或监视会等更高层级的机构去报告 如果说这个理念涉及到了治理层就涉及到董事会 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找监视会才能起到作用 对吧 监视会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它可以行使自己的相应职权 如果不存在更高级的机构或者注册会计师认为 被审计单位可能不会对通报做出反应 或者注册会计师不能确定向谁报告 这我们是三步 有没有更高层级的 或者是他不会对通报做反应的 或者是不能确定向谁报告的 怎么办 应当考虑是否需要向外部监管机构如有报告或征询法律意见 就看看要不然向外部的机构报告吧 或者是要不然征询一下法律意见 看看到底如何处理吧 好 那我们接着出具审计报告 这个出具审计报告啊 还是根据我们原来的这种审计意见类型的判断来予以考虑的 只不过我们再进一步的重新细化一次 考虑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这个对财务报表影响呢 主要是落实在错报上 如果认为识别出或怀疑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对财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 应要求被审计单位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反应 就他需要做一个恰当的列报和披露 如果他恰当反了 不影响审计意见 我们就给他一个无报的意见 但是如果说他对报表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 在报表中没有得到恰当反应 没有做恰当的列报披露 那我们认为是什么 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一项重大错报对待 作为重大错报 如果被审计单位不调整 我们针对这个未更正的重大错报 会确定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呢 保留或否定意见 影响重大不广泛的话 保留意见 影响重大又广泛的话 否定意见 好 考虑审计范围受限的影响 这种审计范围受限的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管理层治理层 自己做贼心虚 所以他干脆就影响注册会计师工作 阻挠注册会计师 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注册会计师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所以就是应当发表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审计范围受限的情况 重大不广泛保留意见 重大又广泛 好 无法表示意见就可以了 接下来如果受到其他方面限制 这个属于在实物环节啊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毕竟在工作当中 我知道哪些证据可能证明力最强 哪些原始凭证可能是这个最好的 可是在现实当中你会发现 被审计单位 他本来就没有这些证据 没有保存好 或一开始就没有获取 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此类证据 或者我们考虑说联系第三方去加以验证的时候 第三方不搭理我 对吧 在现实当中确实会有一些外界环境给我们工作带来的限制 那这种限制也会影响审计意见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 比如说这个证据获取不了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程序 同样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啊 只要被审计单位配合 我们会想方设法的努努力 最终如果还是没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话 也会给他发表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所以在这我们说的很委婉 要应评价这一情况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好了 第三是向被审计单位之外的适当机构报告 识别出的或怀疑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如果识别出或怀疑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是否有责任 向被审计单位以外的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等相关机构或人员去进行报告 这种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如果说被审计单位就是简单的违反了交通法规 或者是因为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存在拖延而缴纳了一些支纳金 那这些情况的话往往是不值得我们去大张旗鼓 然后到这些监管机构去报告的 我们考虑是否报告的 是经过注册会计师发现和确定的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这个严重啊我们更多是建立在保护社会公众的一个理念上 就如果社会公众一直无知无绝继续对被审计单位投资 那将来一旦爆雷的话 社会公众的广泛利益都受到影响 那我们可能就立足于这个社会公众的一些 大家共同利益角度上去考虑报告 那这种严重主要就是有重大法律后果 或者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考虑是否报告 如果只是内部的一些小事 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 那我们不会到处宣扬说被审计单位啊 那经常违反交通法规一年交了好几千块罚款 我们也不会到处宣扬说 这个被审计单位因为旅行合同中拖延 交纳了一些违约金对吧 给这个合同对方赔付了十万块钱的违约金 那可能我们也不会对此大肆宣扬的 无法确定怎么处理的时候 诸售会计师不是我们法律相关的专业人士 他也不是专家 怎么办呢 自己没有办法确定不要盲目的去工作 就征询法律意见就可以了 如无法确定是否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向被审计单位之外的适当机构报告 发现的被审计的单位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或者无法确定某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是否应当向被审计单位之外的适当机构报告 通常呢叫可以征询相关法律意见 以了解注册会计师的可能选择 以及采取的任何特定行动的职业及法律后果 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部分不太会直接考到一些案例 因为是属于那种比较委婉的说法 只是说我们通常可以考虑征询法律意见 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畴 那具体的一些案例就没有办法再去演讲了 好我们来看多选题 如果识别出被审计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下列各项程序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的有什么 好识别出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两个大步骤先想 第一个就是确定这个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确定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情况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你要落实到审计工作上去考虑 A说评价识别出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对注册会计师风险评估的影响 对吧 这个是可能对我们审计工作的影响 将来可能影响我们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好B评价被审计单位书面声明的可靠性 如果是那种主观故意的或者涉及到我们的管理层治理层的 那确实可能会影响书面声明可靠性 甚至影响我们报表的可审计性 好C就识别出的所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我们说是应当跟治理层沟通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但不必沟通明显不重要的 毕竟违反法律法规这个事啊 它实际上可大可小 有可能有完全微不足道的一些影响 那你就没有必要就鸡毛蒜皮的事都找治理层沟通了 D了解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性质及其发生的环境 你确定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对吧 所以我们A和B相当于说是在了解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性质及发生环境 以及确定对报表影响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行为考虑 都是应当实施的 本道题的答案呢 就是A B D这三个想象 好我们继续来看单选题 下列有关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律法规考虑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 注册会计师有责任实施特定的审计程序 以识别和应对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这个题啊其实难度有点大 各位同学读这个选项的时候 一定要想一想就是扣字养的问题 有责任实施特定审计程序 识别和应对可能对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我们识别没问题 有应对吗 没有应对 因为我们在这里啊注册会计师是不能阻止被审计单位去违反法律法规的 我们就是识别对报表可能有重大影响的情况 如果有重大影响呢 考虑对我们审计的一个影响 那最终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意见 或许什么样的审计证据 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说叫应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所以A他就错了 也是我们的答案 B 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防止被审计单位违反法律法规 这是我们明确强调的 C 如果被审计单位存在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且未能在报表中充分反应 那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情况是属于财务报表当中存在重大错报 那根据错报的一个影响程度 重大不广泛保留意见 重大又广泛否定意见 应当发表保留和否定意见 没错 注册会计师通常采用书面形式 可书面可口头啊 但通常书面 与被审计单位治理层沟通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 有关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 那我们强调的应该是一个书面还是口头 他没有给你强调说沟通的事项都是什么 是不是所有事项 这不是我们判断的考题 对吧 主要就是通常书面形式沟通没问题 所以本道题答案是A选项 各位同学如果读这个题的时候 感觉没找到哪个选项有问题 审计的有一些题目可能会存在这种抠字眼的问题 你多读一读这个题目的选项来感受一下 培养我们对这种审计语言的敏感度 对于大家做对题是很有好处的 大家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 一旦做错题呢 就多读两遍题 主要是各位同学不是知识点不会 很多同学做错题的原因是 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或者没有想到这个题目的考点是这里 你没有直接理解出题人的意思 多读题啊 对于各位同学来讲是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审计语言习惯的 好本道题答案就是微选项 它只有识别 没有应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这样的一个措辞 接下来我们来看综合题的小问 ABC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上市公司假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 委托A注册会计师担任项目合伙员 A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部分内容沾录录下 A注册会计师发现 假公司未与部分快递员签计劳动合同 及未缴纳设保金 管理层解释替快递员流动频繁所致 A注册会计师检查了 假公司人事部门的员工录职和离职记录 认为解释合理未在实施其他决计程序 请问A注册会计师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当然是不恰当了 各位同学注意啊 咱们签计劳动合同这个事 缴纳社保这个事 本身就是在劳动法相关规定中明确提出的 如果说这个公司 他不跟快递员签计劳动合同 快递员跟公司去打官司 提起劳动重财的话 那肯定是一告一个准 这公司肯定是要承担一些赔偿责任的 那这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在里面 是因为假公司本身就没有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不是说这件事是真的 他就遵守了法律法规 这件事确实是真的 有解释有检查的情况下 我们也要考虑 他违反法律法规可能对报表带来的影响 现在但凡有几个快递员去跟假公司打官司 对吧 通过劳动重财就要求假公司进行赔付 那假公司就是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 那我们自然就应该去实施审计程序 考虑可能的其他影响 同时啊 你觉得这个事儿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快递物流服务的公司 然后假公司呢 不签订这样的快递员的劳动合同 要不要跟治理层沟通 不是一个小事 这属于一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而且啊 涉及到他的员工的管理问题 这多个员工合并到一块 这工资薪金部分 包括可能存在的法律责任部分 可能就会有重大影响 不是明显微不足道 可以不关注的事情 对不对 也不是那些明显不重要的事 那我们还应当跟治理层去沟通 所以就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一定是不恰当的 你可以去说注册会计师应评价 违法违规行为 对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你也可以说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总的来说就是 我们还要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以确定具体情况 到这儿不能直接认为 结果满意就这么处理了 OK 那我们说到这儿 这一节内容 告一段落了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考虑这里 因为不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本身的专业方向 所以更多的就是给各位同学 讲一讲理论部分 你会发现很多我们要求各位 注册会计师做到哪些内容的 应当做的程序 要予以重点把握 也是我们考试的一个主要方向 你会发现很多题目 它灵活性不高 更多都是在抠字眼考察 大家相关的辩析 这块需要予以关注 首先我们的两类法律法规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 直接影响要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间接影响要实施特定程序 是识别对报表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而不是识别应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这个字眼要注意了 好 被审计单位遵守法律法规的考虑 这个部分 首先是应当了解 他被审计单位的法律环境 就是遵守法律法规的框架 然后被审计单位如何遵守法律法规 框架的问题 对第一类我们的考虑是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第二类法律法规呢 我们是应当做询问管理层治理层 关于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事项 还有就是检查你这个许可证颁发机构啊 或者监管机构相关的往来含见 其他这个部分是可能实施的程序 阅读会议纪要 询问诉讼索赔评估相关的情况 还有就是实施一些细节测试加以确认 那书面声明这里是通过书面声明 获取的必要不充分的证据 那还应当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这部分当中需要各位同学重点把握的就是 对第一类第二类的要求 以及对书面声明这个地位的理解 这个部分非常适合出题 好下面识别出或怀疑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时 实施的审计程序 注意到相关信息时应当做什么 那注意到相关信息时 我们应当是了解这个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况 然后考虑或许进一步信息 确定我们的这个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怀疑存在 或者是已经识别出了 就进一步确定情况 那怀疑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应当跟管理层治理层讨讨论 如果不够 考虑内外部咨询 如果还不够 在不影响保密义务的基础上 可以联系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人士 还有网络事务所啊 等等这些人员 给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是评价影响 好 对识别出或怀疑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沟通和报告 这个与治理层沟通当中呢 我们讲到的是应当沟通 但是不必沟通全部 那些不重要的可以不沟通 沟通的形式可书面可口头 通常书面 那对于严重的通报这个考虑上啊 就是我们可能会涉及到重大影响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对社会公众利有影响的情况下 考虑是否做进一步的通报 好 那对于我们的出具恰当报告 就要判断 他是错报还是受限 是保留或否定一件 还是保留或无法表示一件 如果说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但是做了恰当的处理 在财务报表中体现出来 那我们会给他一个无保零意见 应当考虑对外部报告的行刑 这个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部分当中啊 我们提到一些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的工作的部分 只需要各位同学重点把握注意编析的部分 好 说到这儿 我们的第十三章对于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就给各位同学全部讲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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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